财富指挥官财富涨停板 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真的是只有涨停板亮灯 我们今天还真的是向4510的高峰非常开心的跟各位来分享 从16块钱一路上布局到今天 那么高峰今天出关再次攻上涨停板 甚至呢我跟各位介绍面板封装里面最强的3663的新科啊 现在大家都开始认识新科了 我们独家的高峰独家的新科再次攻上涨停板 今天还真的是亮灯上来 而且呢还有股票持续布局持续往涨停板靠近了 你说老师啊今天外面很恐慌耶 你的股票比较强所以你的股票涨停板了 各位注意啊我今天不但要跟你讲 我们的股票涨停板你要赶快跟 我今天不但要跟你讲说我们的股票是锁定在最重要的产业 不对啊我们外面很紧张耶 我们现在很恐慌耶 你看了好多节目老师的脸色都是铁青的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做事情一定要有科学根据 做事情一定要有法则 因为恐慌的时候要看什么 从这一次尤其是各位看到没有 7月16号我还是从7月19号直接跟你讲有低点 7月16号开始我跟你说我们要先卖股票了因为干嘛 恐慌指数大家都不怕啊 头肩底都完成了竟然大家都不怕 川普来了你也不怕 那我就说你慢慢看到时真的会让大家觉得很紧张 所以恐慌指数在大家不恐慌的时候 大家都很乐观的时候你要占卖方嘛 那这里是15嘛这里是12嘛 景线对上去到18嘛 恐慌指数到了18之后要站在买方嘛 所以你知道这个恐慌指数的时候 我问你一件事啊 所有的现象就迎刃而解 你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很紧张吗 不会啊因为我的老师像我的会员朋友都知道 我的老师黄敬泽跟他们说 请你记得别人不恐慌的时候干嘛 亲爱的投资朋友 别人不恐慌的时候你要站在卖方啊 别人恐慌的时候呢 你要想办法站在买方啊 你说老师 哎呦这个行情里面连续四天都很紧张了 而你这四天都跟我们讲说要想办法进场去买 我是讲三天啊 我先不要讲那么多了 各位啊 我这四天都叫你买有错吗 这四天跟一天有什么分别啊 这四天全部都是这样说 这四天几乎都在同样的位置 而且今天我必须要这么说 今天的暗号打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呢我今天只能跟各位讲说各位注意啊 凡事在低一点要洗盘就一定要干嘛 就一定要有片线啊 为什么因为只有让你恐慌 有片线你才会恐慌 为什么因为片线一定是所有的指标都看不到 才叫做片线嘛 我用KD看得到叫片线吗 不对啊 KD现在也不好啊 我用什么什么均线看得到叫片线吗 都不对 所以一定要在里面啊看到所谓市场失灵啊 甚至必须要有相当的一个经验啊 我说过这里面来讲的话啊 片线写在这里 全市场唯一 三十年前从这些真正的业内高手 三十年前从四大天王的左右啊 我想各位应该谁知道什么叫四大天王啊 年轻一点的可能不知道啊 四大天王左右的这些业内 带出来相关性质的操办方法 我也可以告诉各位 这才是真正的赢家秘籍啊 你在网路上都可以看到KD啊 你在马路上都可以买到买到那个 连旧树摊都可以买到什么K线啊 那怎么会赢钱啊 赢的人一定要有些特殊的功能 赢的人一定要有特殊的本事啊 你在我的家族成本里面 我们就用片线来跟你讲 转折之前一定有片线 而且呢或许最危险的地方 反而是最安全的 等一下我就会用这本里面的理论 再次跟各位来强调 好我想我今天先从整个开盘之前 跟各位来分析哦 甚至从昨天晚上跟各位来分析 没有错 各位啊我们昨天讲到这里叫什么 叫做黑山兵啊 或者不是叫做黑 这个这个这个 十字三黑就对了 各位看到没有 那么一黑 在这里啊 各位看到没有来来来 一黑 各位看到没有 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三个黑线往下 三个黑线往下 黑色之后往下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基本上一黑三 一黑三往下的情况 结果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本来要上来了 到了昨天半夜的时候 哎呦 看起来好像有点紧张 为什么 因为各位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那么所谓的紧张的原因是在于说 哎呦怎么NV6跌的比较多啊 可是呢我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一开始的时候NV6往下跌 那么也就是挥达往下跌的时候 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紧张啊 但是今天早上起来 我看到挥达 哎注意哦 挥达跌3%我不紧张啊 挥达跌7% 我反而完全不紧张了 注意跌3%紧张 跌7%不紧张 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为什么 而且你要记得一件事 这些都叫做讯号啊 各位看一下这里看到没有 这叫一黑三星啊 一黑三星是什么意思呢 跳空就是一个长黑了 然后连续留下十字线 那表示怎样 跳空是一个大刀砍进来啊 然后连续留下十字线 表示说我再给你补一脚 补两脚 补三圈补四圈 结果大盘竟然没有跌下去啊 所以我们昨天讲到一黑三星啊 讲到说 哎这还是符合恐慌指数里面 真正的K线洗盘啊 你有没有想过啊 哇跳空跌下去就已经吓死你了 离拜开风一过 跌了700多点 每天再往下洗200点300点啊 每天再往下洗300点啊 本来就跌了700点了 每天在开盘的时候往下洗200点300点 你股票怎么可能不吐出来 市场怎么可能不恐慌啊 然后再看到这个讯息啊 灰达结果找 我是不是说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先跌了3% 收盘跌7% 好像每个人都怕得不得了 注意看一下这左边有个缺口 他是不是故意要来找这个缺口 我不晓得哦 但是我至少可以问各位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 灰达会跌是不是叫做最强的股票补跌啊 甚至呢你什么时候看过啊 你从认识黄仁勋以来啊 从这个200块挥达一路涨上过来以来啊 那以前是200现在分割啦 总之呢这两年半当中你什么时候看 挥达可以跌7% 从来没看过耶 挥达跌7%没看过 那请问全世界最好的股票补跌7% 这是买还是卖啊 我现在拍着胸脯讲 我就说我觉得会 如果我现在在美国 我挥达给你逢低布局了 我跟你拼了 我不要抓住这个机会了 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 能够这样跌下来 而且呢各位注意 如果这个行情是空头的话 最弱势的股票要跌下去 各位看到没有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所有美国有关AI的股票 最弱的叫做超微 其实我跟各位讲啊 苏之锋真的是被黄仁勋压着的啊 黄仁勋占95% 苏之锋占不到5%啊 所以他是最弱的股票啊 没有想到今天早上的时候 等于还有人跟我们大家讲 跟台湾股市讲 所以你要享受到台湾股市的幸福 请站到财富指挥官这边来 今天大家都还很紧张 他告诉你说 超微盘后涨8%啊 他后面他的晶片还会再成长 最强的股票补跌 你要听得懂 大盘在讲什么 你要听得懂 片线在讲什么 最强的股票补跌 最弱的股票反弹 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 最强的股票当然指的是台积电 一直在那边不太动 对不对 最弱的股票各位看到没有 这股票从头到尾都没在涨了 结果竟然是突然间反弹上来 最弱的股票 大概包三四四三的创意也弹上来 你不觉得这个行情不是做空吗 我空我要空最弱的股票啊 听得懂就听 听不懂没关系 跟我的脚步注意 再看不懂 这个是最明显的讯号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没有看过这么好的期货指数告诉你啊 今天开盘没多久 这个下雨剑就跑出来了 那么就守住了21,786点 换句话说呢 今天本来找盘要洗的 要干嘛的 一早就告诉你说 我期货给你守住了 所以我期货指数 从头到尾就告诉你说 第一点我根本就不会下去 目前盘后期货已经往上开了 然后接下来请各位留意啊 就要好好应用我教各位的方法了 各位这叫做什么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还不会 这叫什么 这叫台积电 对台积电我直接跟各位说 应该是切入了好时间点 你说老师真的哦 注意啊 这三个K线排在一起的呢 那么请你注意 这个叫做上升三法 一根红K棒之后 再来三个十字线 接下来只要往上一开 只要往上一开 明天台积电只要往上一开的话 那么就直接往上冲了 这叫上升三法 是不是都在我这里面 重要的一本教科书里面 这教科书不是现在写的 是天天 是我们这几年都一直在用 所以呢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今天看我节目的人 真的是有福气了 是我的股票不是我的股票 在未来有向上反转机会的状况之下 不好的股票 你可以卖到比较好的价钱 然后想办法跟我集中资金 好的股票 当然我会叫你继续的给你把握 所以你如果真的股票有问题 可以等一下跟我们公司赶快联络 注意三六六三的新科 既然台积电都没问题的 强势股当然没问题啊 谁最早跟你讲面板封装变成主流的 谁最早告诉你 当然就是我了 还是独家呢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什么 讲有微科 有微科不太会涨啊 对不对 有人在讲什么东台 东台也涨不上来啊 现在每个都讲新科啊 是不是这样子 今天早上谁最少走上去 一二三就上去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各位看到股票里面 最重要的功力啊 甚至呢 等一下我来跟你讲4510的高峰啊 有人在那边讲说 高峰没有基本面啊 高峰赚没几毛钱啊 我说你高峰赚没几毛钱 那是你自己觉得啊 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高峰将来要帮特斯拉做他的机器人的一个 所谓的关节啊 机器人什么不多啊 关节低一多啊 关节越多机器人越贵 你知道吗 29个关节跟46个 46个关节 价钱是不一样的啊 高峰将来要帮特斯拉做这些 所谓奥特米机器人的关节 那这不就是最值钱的东西了吗 加上后面是马斯克耶 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耶 那今天值得也是往上拉了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有空再跟各位说好了 但是各位注意到1597的值得 各位看到没有 1597的值得也是我长时间一直在跟各位讨论的 我说未来各位所看到的 不管是大立光 或是各位所看到的这些所谓台积电相关的这些 所谓的微型机器人将来都是所谓值得要来帮你的忙 所以最强我还是告诉你这三个产业啊 最强的产业是什么 机器人 台积电周边跟细光子 甚至我们今天先用口头交代过去 细光子 似乎明天啊 有三 差一个字啊 差一个字啊 明天开始打开之后 也许还有一个春天哦 不过我今天还可以帮助大家一件事 请你今天务必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跟我布局 请你明天印证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跟上最好的团队 注意这个股票叫做最弱势的股票 我说我很少跟你讲伺服器的 为什么伺服器从年初一直跌到这边来 像我讲3661的四星科还写在这个钢板上面 各位看到没有 钢板上面写说 哎呦四星科四星科为什么转弱啊 所罗门为什么转强 想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啊 那当时很多人在跟讲什么音乐达啦 广达啦 伪创有多好结果呢 现在哪一个敢说好的啊 每一个都说是现在这种股票应该要停损 每一个都说这样的股票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反而跟各位说 各位有没有发觉啊 在这几天当中啊 最弱势的围影啊 最弱势的音乐达 各位看到没有来 这个围影叫长黑点灯了 长黑点灯在我的课本里面有 我今天不讲了 那这个叫做缺口 你是不是能够看得懂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啊 最弱势的股票 哎呦不一定要买哦 有这种股票的你来找我 他可能要区间操作 那以后我再跟各位说 但是最强势的股票 最弱势的股票一定一旦止跌的时候 高手一定是这样子去跟你讲 最强势的股票就要开始飙起来了 谁说我高峰会 前两天跌下来的时候你还怕 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跟你讲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6块钱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不要 20块钱你不要 23块你不要 各位看到没有 31块再拉回来 27块跌停板的这一天啊 要不要 要不要 哎呀要不要 你不要吗 你不要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不要吗 黄景泽真的是能够帮你选到最好的股票 还真的能帮你集中资金 甚至在这个危险的当下 我们都能够知道说 什么时候大盘要往下拉回 什么时候要往上反转 什么时候该充满信心的 别人恐慌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充满信心的 别人恐慌的时候注意哦 这档股票来 自动化生物科技 自动化生物科技 各位看到没有 我都还没点火 就快涨停满了 自动化 黄连旭是不是告诉你 生物科技应用是非常的好 所以呢我现在很直接说 赶快来追我们的股票 不要说你现在追我们的股票 赶快来追我们的股票 最好的方法直接加入我们 所以请你务必无恩如何 我们今天第一段先给你证明 我们真的有这个实力 挑战这个行情 带你创造未来的一个财富高峰 我希望所有朋友 赶快跟上来 下一阶段我会告诉你啊 接下来的行情 不像以前那么好做了哦 所以你更要跟上我们 真正的财富指挥官团队 高峰新科告诉你 掌停掌停再掌停跟上来 我先告诉大家 其实今天真的已经转为危安了 只是很多人呢 在无法脱离过去的恐惧 很多人呢在过去啊 高档没有卖啊 高档没有占卖方的时候呢 你到了低档啊 就会非常非常的恐慌啊 所以呢你高档 各位看到没有 高档你没有占卖方 你没有看出来说 这个行情里面 开始有些人在作怪 我必须要这么讲 作怪这两个字啊 那么不要说这个叫做 所谓吊人线啊 这也是在我的 所谓的洗盘片线里面 有跟各位所提到的 吊人线知道吗 这反正以后有机会再来说了 叫吊人线 就是把你拉 整理完之后 突然间往上冲上去啊 把你吊在空中 其实这边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缺口已经没有都补了 所以这里是一个半空中的一条线 你吊在上面真的是 除了停损 真的有点困难度 但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曾经有个挣扎线 这个十字线要挣扎线 曾经在线里面出现一个家 叫做外资啊 高盛跟你讲说啊 我直接点名高盛 跟你讲说什么 要降息三马 我说今天啊 大家是在讨论什么 啊民主党如果好一点的话 你看到今天为止 才讨论到降息两马而已 怎么会有降息三马 大家一听到降息三马 疯了啊 好开心哦 降息三马那不喷出去 那才怪 现在投资朋友 这是出货新闻 还是 还是所谓的进货新闻 当然是卖出啊 放利多让你 让你去追高 结果他拼老命卖 就一路下来 你看他外资也是 从头到尾卖到尾 不管了 那么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啊 那我认为这个地方来讲 那么真的是开始 那么本来我认为 降息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后来看到这个贺锦丽啊 上起来打得还算不错 虽然我不认为说 这个好感度啊 是等于投票度啊 他能够打得赢川普啊 但是呢如果贺锦丽或者拜登呢 基本上让美国的整个一个运作上面能够恢复正常的话 我觉得两码不可能啊 我还是告诉你两码不可能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啦 如果一码的话 多多少少可以啊 但是呢我也必须要这么形容一些事 这些都是所谓外在的政策 但是各位 这就在反映说 完全不可能出现降息的状况 因为川普在这边给你料狠话了 你只要报而敢降息 我到时我上来我一定把你fire 你记不记得这句话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现在所反映的是完全没有降息 将来如果有一码两码都可以有机会上去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 各位啊 这已经太明显了 那么今天报纸说有什么神秘的一只手啊 我想不要说什么神秘的手啊 你观看这个所谓的指数啊 怎么都刚好打在同一个点上面 太怕你太怕了 这是今天一大早的时候 期货指数一大早就把这个线给划好了 那你有什么好怕的啊 你有什么好怕的啊 如果要放空的话 期货是最好放空的啊 接下来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除你从台湾的台积电 这个叫上升三法 甚至呢 我觉得每次挥达这个都很明显 你看那个挥达最大的一根 最大一根哦 我跟你讲 挥达最大一根之后 像这根就是有史以来最大 7%了 7%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啊 这么便宜的再回到百元的缺口 这个地方你要是再不去布局挥达 我至少跟你讲挥达今天 可能不跌就已经能够让大家涨上去了 第二因为刚才说过了 超文已经在涨了 那如果挥达今天跌7% 你敢保证说挥达今天不会涨5%回来吗 甚至更多吗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我看到的是机会 结果呢 国家市场里面真的 你跟着你跟到什么人 你的心情会完全不一样 眼光会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在这边啊 从头到尾一直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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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发现其实有很多老师讲话是很投机的哦 哎呀我从头到尾就一直说 哎放心啊 台积电没有问题啊 大盘没有问题 一直买一直买买买买 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说 低点也靠近了 然后偷偷的在后面在停损股票 或者偷偷在后面的时候砍融资啊 干嘛的啊 事实上来讲讲话也变得模拟两可啊 我告诉你一件事 而且还找不到新的股票 那个时候你真的就找不到新的股票 为什么 重点在这个地方 在错误的股票当中努力啊 股票就越套越多了 现在有哪个老师敢承认 他有三四四三的创意了 我问你 今天谈上来都还没人敢讲 我先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如果有创意的人呢 请你注意啊 第二个缺口这个地方啊 可能慢慢慢慢会补上去啊 我就只 变成是我在帮你的忙了 关我什么事啊 注意哦 像而且呢各位看到没有 有一些到最后绝望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说老师 怎么突然之间中华汽车跌下去啊 钱有的时候放在自己的手上 比交给不好的基金经理人 他要好很多 各位来看一下是下面的投信 投信在这个前面都在买 现在在停损 请问一下 谁害他跌停的 所以我说过这个不影响这个行情的 这次的投信 有的时候做的这个行情的做法上面 我不能说ETF的钱太多了 但是 我只能这样子偷偷的跟各位说一下下 你看那个ETF都在这个最高点的时候买进 然后后面来停损 你看那个他们停损完了之后呢 这支股票是最有名的吧 当初122块谁在买的 投信在大利用力买 等到他们不买了之后呢 一路上 当初讲的多好听啊 今年要赚10块 有吗 今年赚多少钱 他这个怎么跳了一页 今年第一季赚1块而已 1.0多块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到没有 对的股票在哪里 还在这里 各位注意一下 台北自动化大展这个地方 是绝对是最有机会的 而且呢 股价会往下跌 请问一下 黄仁勋说还要来台湾 如果黄仁勋是以现在的股票 NVIDIA的价钱来台湾的话 你看他敢去夜市吃饭吗 你看他敢去我就要楼下吃肉粽吗 他去楼下吃肉粽 碰到我就说 黄仁勋 你的股价怎么跌下去了 多漏气啊 而且呢 台湾有多少夜市的老板 对他这样吃吃喝喝之后 非常崇拜黄仁勋 那么几乎都买了NVIDIA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 他一定对自己的股票 有相当的信心 你放心 他一定对自己的股票 有相当的信心 那么在台湾没有NVIDIA 没有关系 有NVIDIA所谓 它里面最重要的环境辨识 还有眼睛辨识的 二三五九的所罗门 各位啊 索罗门你没想过 人家真的高手 就是我们啊 就是跟我们一样的高手 人家布局在41块多 人家布局在100块 他怕你在这个地方怎么振 你只要在这边买10张 这边买10张 假设你这边又买10张 可不可以 这10张套牢 这两张是赚钱的 你怎么振他也不会走啊 各位看8374的罗生啊 如果像我们一样 各位看到没有 在31块8吧 我应该记得是31块8 还是32块8 反正就在这个地方买进去 后来在70块钱买进去 就算他买在144块 又买10张 这边怎么振 他下面这两个当本钱 他不会走啊 人家那个本钱都顾得牢牢的啊 所以越早上车的人啊 才是真正最有福气的人啊 越早上车的人啊 来你今天为什么不敢买高峰 我每天都在讲 为什么我的会员朋友敢买 人家第一档早就买 16块买了 他在这边怎么振 他不会走 他还反向给你加码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谁能够找到对的股票 而且呢 在对的股票当中去努力啊 我在我在我在那个 假设我现在锁了门好不好 假设你只是看节目 而不是像我们还可以来回操作的 你低档买了10张 中档买了10张 到高档套10张你不会怕 等到将来创新高的时候 你财富就越来越多了 问题来了 假设你在 我不敢 这个股票快反弹了 但是我先讲一下 我们不要讲这次快反弹了 好不好 3035 这些股票 在这个错误的股票里面 一直努力一直努力 就越套越多 这边买1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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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边买1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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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糟糕了 我现在只能反弹帮你解套 所以对的股票很重要 好不好 来欢迎所有朋友 想办法赶快跟上来 来注意哦 这叫机器人生物科技 他竟然可以看一看就知道说 哇 这个配方到底对不对啊 我的天啊 我说真的一件事 目前我自己也很难想象 我也是看报告的 我直接跟你说 因为他竟然可以用AI辨识的方式 看一看就知道这个配方对不对 那我们要是要吃什么饭呢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黄仁勋真的很厉害 这些部分真的很厉害 欢迎各位 你一定要追我们的股票 而且直接加入我们 现在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 向上反转 赶快跟上掌停 掌停再掌停 等您电话